然後還是有一群人在用很異想天開的方式 在追逐一些很crazy的反諜 那懵懵懂得流進來 但是你開始協助了一些參與一些活動以後 你會發現 哇 竟然有這麼重大的一個使命 這裡它不是用給你壓力的方式去訓練你 在這裡是 這裡的staff們都是給大家 給intel們是一個期許 所以我不會忘記資金觀眾影響這成一件事情 那就是它打開我的眼睛 產業活動的推動 那學術這一塊跟產業的交流 還有學生等各種討論 不管是YFCC對實習生的訓練計畫也非常的扎實 那我也學到怎麼樣可以從頭到尾 把一件事情專注的做到最好的進步 它就是一群人在這個也不算大的地方 但是大家討論 激盪 然後敢去做 希望我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來這裡尋求幫助 雖然我不會得到一個答案 但是我都可以得到一個 去找到答案的方向 我在面對很多的一個事情 面對各式各樣的一個挑戰 都能用一種非常具有自信 從我們不破的一個態度來解釋 他們雖然有被立足之人的心態 就是很為社會奉獻 或很為社會服務 甚至很願意教導學生 每一個細節的執行 但是他們其實在看待事情的時候 並不是用批判的角度 我會給你更多的自由去參與 然後你對整個世界會有分析自己的認識 這邊的實習內容超出我原本的期望 如果你想要有一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看世界的機會 你應該來這裡試試看 如果你有什麼背景的學生 你在這邊都可以找到 早來有興趣的地方 我會說可以更大膽一點 不要怕犯錯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人想要打開眼界 然後有心努力 然後想要成為這個社會積極的力量的話 歡迎你加入世代基金會 讓我們一起